好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说你傻不傻呀 你还说我傻呢 你傻不傻呀 那我爹要打我 你就让他打吧 你上去拦个什么劲啊 那 我觉得配方被盗的事情 跟我也有关系 那我就想分担点责任吗 你承担责任 不会用嘴说呀 上来挡什么呀 这幸亏没打着你 要是打着你了 我不得后悔一辈子吗 对了 月轩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非得承认 自己就是内奸呢 我不承认不就打着你了吗 而且 他们不就是想嫁祸于我吗 那我就随了他们的心意呗 那你不就白白挨打了吗 演戏呀 就要一直演下去 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我正好借这个机会 在家休一几天 躲躲工房那堆烂事 那你要是以后遇到什么事情 都这么躲着 你不就变成一只乌龟了吗 乌龟怎么了 乌龟不也挺好的吗 长寿啊 你看你看 你别动 你别动 别动我 你说你 遇到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开玩笑 海棠 你这么担心我 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是担心 咱们的心血就这么白费了 好 放心吧 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这两天肯定就会有动作 对了 我这两天不太方便 你帮我多盯着点 好 海棠 妙兰姐 我刚给月轩上完药 她这会儿睡着了 这两天 就麻烦你多照顾照顾她 她兴致急 别再让她跟太太 还有老爷起什么冲突了 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就不用操心了 天色也不早了 你快些回去吧 那麻烦你了 我先走了 要不是你这个造霸心 月轩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朗四年相信是朗月轩干的吗 是 听说还打了朗月轩 她现在一直被关在家里 朗四年也会犯糊涂 可是我想不明白 朗月轩为什么会承认呢 这可真是让朗四年痛心疾首啊 我就是要让朗四年尝尝 被自己人欺骗的滋味 那既然你的目的达到了 那既然你的目的达到了 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可以兑现了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啊 就只差一点儿 我们就可以看到朗家 鸡犬不宁窝里斗得好戏了 你这把劲儿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来 拿着 心巧明白了 好 好 好